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一份網絡安全公司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 已經入侵了至少10家全球電信運營商的蜂窩網絡 竊取了用戶的行蹤、簡訊記錄和通話記錄 《華爾街日報》6月25號報導說 發布報告的網絡安全公司 是總部位於波士頓的Cyber Reason 報告說這場持續多年的攻擊行動 瞄準了20位軍方官員 持不同政見者、間諜和執法人員 據信 這些人都與中國有聯繫 攻擊行動的範圍涵蓋了亞洲、歐洲、非洲和中東 目前攻擊行動還在繼續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6月20號舉行聽證會 評估中共的全球軍事野心 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主任 菲利普桑德斯在這場題為世界一流軍隊 評估中國的全球軍事雄心的會上說 中共軍隊成為世界一流軍隊的最大障礙 是人的因素 他說沒有夠格的參謀 夠格的聯合作戰的指揮官 是共軍最不足的地方 而缺乏訓練有素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兵 則可能是中共軍隊實現世界一流目標的另一個障礙 桑德斯還指出 中共軍隊面臨的一個更大的問題 是以列寧主義為基礎的組織文化 他說 一支這樣的軍隊聆聽最上層的命令 很難充分利用戰地信息採取主動 使得部隊更有力量